这几天大家都在关注着小月儿和小林林 因为他们一家人短暂的团聚 却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 两个孩子现在看来并没有被教育得很好 他们对长辈说话没有礼貌 而且非常痴迷电子产品 小林林更是连吃饭的时候都要拿着平板 看着两个孩子的现状 真的让人很着急 张岚更是直言小月儿和她不亲密 不过这个也可以理解 毕竟小月儿现在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她和汪小菲张岚接触的也比较少 生疏一些也是正常的 可是出了这些问题 两个孩子对于汪小菲要这要那的态度更让人担心 之前小月儿就像汪小菲要珠宝首饰还要买房子 小林林更是想着以后管理麻六计 还说出国抽红这样的词汇 他们两个人要的东西真的不是一般孩子会想到的 所以让人不得不怀疑这都是徐希元教的 所以现在汪小菲也看明白了 两个孩子到底是在徐希元身边长大的 既然管不了那就立好规矩 张岚提到小月儿时 很多网友都感受到了她内心的焦虑和担忧 有人评论说 看着这位妈妈的描述 我觉得她可能觉得孩子们长大后与她的交流少了 有点失落 还有网友认为 可能是孩子们现在都成年了 有了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方式 家庭关系会发生改变是正常的 有人则对小月儿的成长方式表示理解 随着年龄增长 孩子们肯定会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 这是每个家庭都要面对的挑战 关于张岚对小月儿独立思考和行为模式不满意的问题 一些网友则表达了类似的感受 可能是家长对孩子期望越来越高 而孩子们的选择和行为未必能完全符合家长的期待 有人认为 这种疏远感可能是成长过程中必然的阶段 希望他们最终能够理解彼此 还有网友提到 可能是家庭关系随着时间变化 需要双方都做出调整 保持良好的沟通和理解 小月儿自身的成长也让人们看到了 她与家庭的关系动态变化 有人评论道 看来小月儿开始独立思考 这是她成长的一部分 也有网友认为 家庭关系的变化是正常的 成长就是要面对这些挑战 有人则建议 或许需要家庭成员之间更多的时间和耐心 逐渐调整彼此的期待和沟通方式 对于张岚和小月儿之间关系疏远的现象 一些网友则表达了希望 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沟通和理解 重新建立亲密的家庭关系 有人也建议 或许需要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以及相互之间的尊重 来调整彼此的关系 对于汪小飞与孩子们之间的互动 不少网友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和观点 有人评论到 看到孩子们的要求 真的让人觉得这些想法有点超前 有的网友认为 可能是家庭环境和教育方式的影响 孩子们对于物质的需求比较高 也有人表示 这些想法似乎不太符合一般孩子的生活需求 可能是他们的成长环境造成的影响 关于小月儿要求珠宝首饰和房产的问题 网友们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认为 可能是他在成长过程中 接触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需求 有的网友则提到 这些要求可能反映了 他对于家庭资源的一种期待 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关注 还有人评论 或许是他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一种规划和希望 这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面对的选择和挑战 小林林谈论未来管理麻六计和出国的想法 引发了更多的讨论和思考 有网友表示 这些想法有点超前 也许是他对未来的一种美好向往和规划 有人则认为 家庭背景和教育方式 可能让他对未来的期待 有了不同的理解和想法 还有人建议 或许需要更多的家庭沟通和理解 以及对孩子们成长过程中需求的关注和支持 针对这些超出一般孩子需求的想法 社会上也开始对徐熙元的长期教育方式 产生了质疑和讨论 有人评论到 家庭环境对孩子成长的影响确实很大 徐熙元的教育理念 可能需要更多的公众关注和反思 有的网友则认为 教育孩子并不仅仅是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正确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 还有人建议 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健康的成长环境中 得到更好的教育和关爱 徐熙元的影响不可忽视 他对孩子们的教育方式和日常要求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众对此也开始质疑他的教育理念 和对孩子们成长的影响力 面对这一局面 汪小飞决定采取行动 他制定了严格的规矩管理孩子们的日常生活 规定了假期共度和财产继承的条件 这一举措旨在重新规划孩子们的成长路径和教育方式 力求给他们一个更健康成长的环境 然而 汪小飞的决定也让徐熙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对抗 他面临着汪小飞强硬的规定和管理方式 前景看似不容乐观 最后 这一事件不仅仅是关于两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教育问题 更引发了对于家庭教育和财产继承的广泛思考和讨论 徐熙元或许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策略 调整与汪小飞之间的互动方式 以期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成长环境 回顾1998年3月16日 徐熙元和徐熙地姐妹接棒主持八大综合台的娱乐百分百 这一新的主持形式和活泼劲爆的风格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网友们对此事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和反应 有人对徐熙元姐妹的主持风格表示赞赏 她们的双主持形式很新颖 能够带来更多的话题和乐趣 有网友认为活泼劲爆的风格很适合这档节目 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关注 还有人评论到 她们的主持风格让整个节目更有活力和互动性 非常吸引人 关于徐熙元和徐熙地的主持能力 网友们也有不同的见解 有人认为作为姐妹主持 她们之间的默契和互动更加自然和有趣 有的网友则提到 徐熙元和徐熙地的搭档 让节目看起来更加生动和富有活力 还有人觉得 她们的风格很独特 不同于传统的主持方式 更富有现场感和娱乐性 徐熙元和徐熙地姐妹接棒主持娱乐百分百 也引发了对于女性主持在娱乐节目中的角色和影响的讨论 有网友表示 女性主持在娱乐节目中的表现越来越突出 她们带来了不同的视角和风格 有的人则认为 她们的成功表明 性别在主持能力上并不是限制 重要的是能否吸引观众和驾驭节目 还有人评论到 她们的成功证明了 女性在娱乐行业中 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一事件提醒着我们 家庭教育不仅是父母关心的事 也是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 我们需要以更加开放和理性的态度探讨和解决 这些重要的教育和成长问题 大S听闻此消息 立刻做出反应 准备第二十次将汪小飞告上法庭 她的诉求竟是不希望汪小飞再有孩子 并企图让自己与汪小飞所生的孩子 成为唯一的继承人 这不禁让人唏嘘 两人已然离婚 大S又凭什么去干涉汪小飞的财产分配和生育权利呢 回想过去 汪小飞或许曾经在这段婚姻中有所退让和妥协 但这一次 她终于硬气了一回 她果断地公布 自己的财产不会留给大S 以及她所抚养的两个孩子 这背后的原因 或许是汪小飞在与两个孩子的相处中 看清了现实的残酷 当汪小飞带着孩子出去玩 满心欢喜地期待着亲子间的温馨时光 却没想到两个孩子被大S教育的眼中只有钱 不是要钱 就是要房子 这般物质的价值观 让汪小飞感到无比心寒和失望 要知道 婚姻的结束本应是双方重新开始的起点 而非无休止争斗的开端 但大S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她的一次次起诉 不仅没有解决问题 反而让两人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 矛盾愈发尖锐 汪小飞的坚决态度 也表明了她对大S的行为已经忍无可忍 曾经的夫妻情分 在利益的纷争面前显得如此脆弱不堪 而大S的做法也让公众对她的形象产生了质疑 一个母亲本应教导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而不是让他们在金钱的欲望中迷失自我 这场纷争还在继续 未来的走向无人能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 大S若是继续如此执迷不悟 她的日子或许真的会如外界所预言的那样 充满了闹心与困扰 而汪小飞也需要在这场风波中坚定自己的立场 为自己和未来的家庭争取应有的权益 家庭的破裂本已令人痛心 而财产的纷争更是将曾经的美好回忆消磨殆尽 希望双方能够冷静下来 以更加理性和成熟的方式解决问题 给孩子一个相对平和的成长环境 也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一份最后的尊严 在这场混乱的纠葛中 孩子们无疑是最无辜的受害者 他们本应在父母的关爱与呵护下无忧无虑的成长 却被迫卷入了大人之间的纷争 曾经温暖的家庭 如今只剩下争吵和冷战的阴影 对于汪小飞而言 或许她曾经在婚姻中付出了真心 也期待着与大S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然而现实的残酷打破了她的幻想 当她面对大S一次次的起诉和不合理的要求时 内心的痛苦和无奈可想而知 但即便如此 她也应该明白 孩子是她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无论与大S之间的矛盾有多深 都不能忽视孩子的感受和需求 大S同样需要反思自己的行为 离婚后的她或许急于为自己和孩子 争取更多的利益 但过度的执着和强硬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她应该意识到 孩子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 更需要精神上的关爱和正确的引导 用金钱堆砌的生活 并不能给孩子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成长 双方都应该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一个平和稳定的成长环境 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 他们需要感受到父母的爱 而不是被父母之间的仇恨所笼罩 如果汪小飞和大S能够放下彼此的成见 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协商 为孩子的未来制定一个合理可行的方案 那将是对孩子最大的关爱 同时 社会舆论也应该给予他们一定的空间和时间 让他们能够冷静地处理问题 过多的关注和压力 有时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 我们期待看到的 不是一场无休止的闹剧 而是双方能够以成熟负责的态度 为这段曾经的感情 画上一个相对平和的句号 也许 未来的某一天 当孩子们长大成人 回首这段往事时 他们能够理解父母当时的无奈和苦衷 而汪小飞和大S也能够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安宁 但这一切的前提 是他们现在能够放下争执 为了孩子 也为了自己 做出正确的选择 放下争执并非一事 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和怨恨 已经让他们的关系陷入了深深的僵局 但无论多么困难 他们都必须尝试迈出这艰难的一步 汪小飞或许需要重新审视自己 在这场纷争中的角色和责任 作为父亲 他不仅要为孩子的物质生活提供保障 更要在精神上给予他们支持和引导 他可以试着放下过去的成见 以更加宽容和理解的心态 去看待大S的行为 也许大S有着自己的恐惧和不安 才会在财产问题上表现得如此激进 大S也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 是否真的对孩子有益 过度追求财产 可能会让孩子误以为 金钱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从而忽略了亲情 友情和爱情的价值 他应该明白 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远比争夺财产更加重要 要做到这一点 双方都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 他们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 或者家庭调节帮助 在中立的第三方的引导下 重新梳理彼此的关系和问题 假设他们能够成功放下争执 共同为孩子制定一个合理的成长计划 比如 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达成共识 为孩子选择适合他们的学校和兴趣班 共同参与孩子的重要时刻 如生日、毕业典礼等 让孩子感受到父母虽然分开了 但对他们的爱从未减少 说起来大S也是挺悲催的 他自己一团糟 表面来看每次他发声流量都不低 但是这个流量无法变现到他自己身上 反倒一次次被汪小飞收割 汪小飞利用他都快赚麻了 反观他这边 聚俊叶又是开演唱会又是开店 反响都一般 曾经的大S风光无限 现在的大S满盘皆输 曾经的他带汪小飞上个综艺 随随便便收入过千万 现在为了钱不惜让孩子出马 风水轮流转啊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转回去 而模仆 李欣瓶